说到租房,相信大多人都不太陌生,尤其是我们北美的小伙伴们,想想曾经出入这个陌生城市或国家的时候,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租房问题。 小编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租房问题,要么是过去时,要么是进行时,也或许是将来某一天要面临的。 那么,在租房的时候,我们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,比如交通和地理位置,而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预算了,房租可以说绝对是租房的决定条件了。 说到美国租房,那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纽约,堪称美国最贵的公寓。 根据ZooPersonation Index的最新数据显示,纽约的1B1B租金为3100美金,与去年相比上涨了26%, 这上涨幅度,让小编不禁感叹一下现在的物价。 我们来看看2022年美国1B1B公寓最贵的10大城市吧,看看你的损在地有没有上榜呢。 第一名,纽约,New York。 在视频开端,小编有提到纽约现在一居市公寓3100美金,纽约作为一个极度快节奏的繁华城市,人口流动极大,公寓数量也是供不应求,而租金也是屡创新高。 第二名,加州,San Francisco。 湾区作为大厂的聚集地,吸引了大量的高清人才,而湾区的房价也非常感人,以至于加州45%的人口是租房者。 作为美国生活从本最高的地方之一,高房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旧金山一居市公寓房租2930美金,金比纽约便宜约200美金。 第三名,马赛楚塞州,Boston。 波斯顿用名博士囤,以哈佛为首,每年产出大量的博士,属于高校聚集地,因此每年有大量的国企留学生。 由于顶级院校学区房的特殊性,即使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,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,且房租市场供应不求。 因此,波斯顿稳居全美第三,一居市高达2700美金。 第四名,加州Saint-Pose,加州圣河赛市作为弯曲区域,房租自然和旧金山互相上下,一居市一个月2470美金的租金,稳排全美前五。 第五名,佛罗里达,曼阿密。 曼阿密是全球租金最贵的城市之一,一般房租平均占普通家庭收入的43%,相较于前年,曼阿密市区租金涨幅最大,增长了49.5%,一居市公寓为2420美金。 第六名,华盛顿特区,华盛顿DC作为美国的首都城市,其寄居了各政府重要部门外,还有各大高校,DC土地有限,因此也极其珍贵。 作为高消费城市之一的华盛顿DC,一居市公寓为2220美金。 第七名,加州,Los Angeles,洛杉矶LA作为西部繁华且高消费城市中的一员,自然房价也不会低到哪里去,其仅次于DC,一居市公寓为2190美金,仅扫30美金。 第八名,加州,San Diego,San Diego在加州是华人比较喜爱的区域,有人称其为华人的大本营。 总的来说,圣地亚哥,区域好,社区新,房价也高,其一居市公寓的租金为2170美金。 第九名,加州,Auckland,奥克兰相较于加州其他几个区域,租金略低,但在全美还是榜上有名,一居市公寓,租金为2100美金。 第十名,亚利商纳州,Skorthdale,斯科兹戴尔市,位于亚利商纳州的中南部,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度假胜值。 一居市公寓月租为1950美金。 最后,小编温馨提醒,在租房时,交伙伴们需要注意租房合同细节,同时最好也购买租房保险,以保证个人权益。